吃西瓜的好处和坏处 吃西瓜的好处有哪些 一、清热解暑是人们吃西瓜最大的好处之一 在西瓜中含有大量的氨基酸和糖分 人们吃了以后能及时补充其身缺少的水分和能量 即到清热和解暑的作用 二、是西瓜最大的好处 还是可以快速补充人体所需要的营养 西瓜是一种营养丰富的水果 维生素与蛋白质和微量元素的含量都特别高 应该说人体所需要的营养成分 大部分都存要于西瓜之中 三、吃西瓜能美容 也是人们吃西瓜的最大好处之一 混为西瓜的果汁 可以清除人体中多种代谢垃圾 让它们随尿液排出体外 另外西瓜就还能激活人体中的基体强高 让人们皮肤更年轻性呢 起到延缓衰老的作用 吃西瓜的坏处有哪些 一、西瓜是一种性质寒凉的水果 因为弱的人群在吃西瓜过多时 会出现肚子疼 以及拉肚子等多种肠胃不适的症状 二、西瓜是一种高糖分的水果 糖尿病人以及平时血糖较高人的人群 是不能食用西瓜的 不然会产生很严重的后果 三、西瓜在切开以后应该及时食用 因为它一分切开就会补细菌 不断在断面上产生和繁殖 放置时间长了以后再吃 不但味道发生了改变 它容易出现细菌感染性的疾病 如果喜欢本视频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